范迪纲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2月2日将临期首个星期一 在圣马尔大支架的清晨弥撒讲道中 邀请信徒以祈祷、行善和赞美准备圣诞节 并敞开心灵让更新一切的耶稣来与我们相会 在当天的福音中 罗马百夫长以巨大的信德恳请耶稣至于他的仆人 教宗以此展开他的弥撒讲道 指出教会在这几天踏上通往圣诞节的旅程 教宗说我们要去会晤耶稣 因为圣诞节不仅是时间的反复 或对某一美好事物的纪念 圣诞节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抑制我们踏上这条去会晤上主的旅程 圣诞节是一次会晤 我们要敞开心灵和生命去会晤耶稣 充满活力和怀着信德去会晤耶稣 活出信德并不容易 在我们所聆听的福音中 主耶稣对百夫长感到惊讶 对他的信德感到惊讶 百夫长为了会晤上主 走了一段充满信德的路 因此他不仅与主耶稣相遇 更感受到被上主会晤的喜乐 我们所期愿的会晤正是信德的会晤 教宗还强调 我们去会晤上主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让上主来会晤我们 如果仅仅是我们去会晤上主 我们便成了本次会晤的主导者 但如果是我们让耶稣来会晤我们 他将进入我们内 使我们焕然一新 因为这是基督的来临 基督的来临使一切焕然一新 他更新心灵、灵魂、生命、希望和信仰旅程 我们应该怀着这位百夫长的信德踏上旅途 去会晤上主 但更要让上主来会晤我们 教宗继续说 我们还应该敞开心灵 让上主与我相遇 让他向我说他要对我说的话 而不是我要他对我说的话 他是主 他会对我说特别为我的话 因为上主不将我们混为一谈 不把我们看作群众 绝不是这样 他会面对面地注视我们每个人 因为上主的爱不是抽象的爱 而是具体的爱 让上主会晤我们 意思就是让上主爱我们 教宗最后说 在这段走向圣诞节的行程中 要保持这些使我们受益的态度 持之以恒的祈祷 实行有爱善行 关怀有需要的人 以及喜悦的赞美上主 也就是说 祈祷行善和赞美 并敞开心灵 让上主会晤我们 准够讯的同时 来月子 生命 药 救助 祈祷 祖 J 祖宝负 向生脱 olduğu 祖宫 在这次合理中 祖宝负 祖宝负 我们将感到物宫 祖宝负 之外 让我们 祖宝负 祖宝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